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人师兄除外 他早就有了KO 唯独一个人的反应最奇葩 就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中辞职的阿爽 在小说中间为没有阿爽陷害那一幕 所以小说里面的阿爽还是好少年的 只不过是恐虑症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三号青年阿爽就提出了一个奇葩的想法 我不想要老婆 但是要孩子 怎么弄 立刻把单位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着 大家都表示这个有难度啊 有难度 没听说谁不要老婆生孩子的 这个空生子还是不太科学 阿爽连领养孩子都不符合要求 因为他没有老婆呢 没有老婆 没有稳定的家庭是不能领养小孩的